中国、古埃及的文字体系对比 古代埃及和中国文字起源都很早 左函的象形成分也较多 在欧洲,有不少论作是将古埃及文字与中国汉字进行比较 最早在1654年罗马出版的这作中就披露了他的相关观点 公元1667年 与他说,圣经中闪的子孙曾与埃及人来中国传授古埃及文字 中国人学的并不全 自己也加了一些创造 结果变成了另一种文字系统 即汉字 公元1716年 阿国学者尤埃在他的这作古代商业和航海史中 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提倡古埃及和印度之间的交通 埃及文明经由印度传入中国 在许多方面 他认为中国和埃及的风俗相似 尤其是两国都使用象形文字 同公元1732年开始 另一位法国学者的梅兰也有同样的见解 他写信给北美的朋友 法国叶苏惠是巴莱南 讲述了他对古埃及文明传入中国的看法 同尤埃一样 他强调中 埃古文字都是象形文字 他的这些书信 于公元1759年 汇入书籍 并在巴黎出版 对法国研究中国的证明学者德经影响最大 德经是中国文典的富尔蒙弟子 以匈无突厥起源论北迪 通识等书文明天下 公元1758年11月 他做了一次题为中国人殖民埃及说的演讲 不仅将汉字的象形 与古埃及文字进行了对比 而且还提出汉字的笔画中含有字母结构 例如 他认为汉字的富有A和D度组成 应该读为Jade或Jode 这与保存古埃及与成分 类似的对比 如果有读者想了解他们的详细情况 可以参考日本后藤之友的这 做中国思想西建法国史中的第六篇 事实上 在德经时期 古埃及的文字还没有被解读 到了公元1822年 法国学者商波良发现了解读的关键 达古文是中国商人在公元1898年末发现的 公元1899年才被发掘的 单从这一点来看 在17、18世纪正确认识这两种中古文字的来源 以及他们之间是否有联系 都是不可能的 一直到后来 人们都认为中国汉字起源于埃及 日本的板金七三郎就是一个例子 公元1933年出版了一部《埃汉文字童元考》 两年后又出版了《重编语补仪》 对两种古文字进行了大量的比赋 甚至讲中国传说中的何出图 还有一部书说中国的龙马 林归是一艘船是埃及文明的证据 事实上他不仅在古埃及文字知识有限 而且对中国古文字也不太了解 在这书时依靠的只有高田中 中古传篇和朝阳格自建汉字详解这类书 请看板金试书 他于公元1911年初获得的一支古铜瓶 如紫碧绿可居 边缘十损 铁锈坚硬 仔细拨去底部的锈迹后 见有像图画的原稿 右转左回 楼南辨认 对照 鸡谷斋终顶遗弃款制 见之为商负新增一名 因为这样的动机 感觉到了原始文字的欣慰 最迟思索其来源 想到了世界文字的同祖一元说 紫古铜 评鉴书中图 十位汉代同月方 名文未尾 不遍河南发掘的寿古版 也并非真品 而此可以看出 以着对文字起源问题的研究不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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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